那男生可能譬如說他們就會有需要 譬如說 或是他們會覺得吃什麼 可以對於男性的這種更有幫助 其實呢我老公 嗨 歡迎來到明人測謊機 我是主持人鬼才阿水 最近疫情的影響遍布全球 搞得許多人都人心惶惶 那今天我們的來賓有 要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生活的大小事 以及營養相關的知識 讓我們來一起歡迎我們的來賓 高明明 哈囉大家好我是高明明營養師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看到現在網友們 都稱呼你為最美營養師 那你自己這個稱號 對你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欸等一下 上一集那個蔡上華不是有來嗎 對 蔡上華應該也有回答過 畢竟她是最美主播嘛 沒有她說 她回答的是什麼 她說這是很應該的 我記得曾經跟她上過節目 她那時候是 大家好我是主播蔡上華 在這個知識美女如雲的時代 喔那那個 我是自己是覺得這個最美的稱號呢 是大家都很美 那我這個是不算是最美的 但我一定是那個最努力的 然後就喔這個回答很好 很好欸 對所以 謝謝蔡上華 那我們想要問你啊 因為你其實之前有 因為工作關係去北京兩年 那跟台灣有沒有覺得 在生活上面 或是文化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差異 超 超不一樣 因為光是我們醫院那時候 病人來 他要我們一開始都會說 欸你好就是你 請問一下他一天的飲食 大概是怎麼樣 但他一看到我的口音不太一樣 他就直接說 不是啊你從哪來啊 然後你真的知道我們都吃些什麼嗎 然後我說 通常就是應該是差不多的 對那我那個早餐喔 我就吃三兩包子 啊不我二十兩 然後你就 二十兩 就兩 對兩 我曾經諮詢過內蒙古的啊 什麼 內蒙古的啊 對什麼哈爾濱啊 然後什麼就是沙漠 各種地形的患者 當地的飲食真的都不一樣 這時候是遇到算 我覺得算蠻大的衝擊跟挑戰 會不會有這些 比如說粉絲們也不斷的找你 詢問什麼問題 或是騷擾你 有時候會有人一直傳三餐給你看 或是曾經遇過有人可能推薦 就是說 欸營養師你 你有沒有在代言 內褲啊 我家內褲還不錯 但是他是很認真的說 我家內褲很好穿喔 然後秀他的四川照給我看 實在有這種 然後你就會 男的還女的 男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是騷擾吧 對呀這是騷擾吧 後來可是 就是點進他個人檔案之後 發現他真的很認真 在賣他的內褲 然後你就會很兩難說 這是騷擾嗎 這不是吧 民間上面會有一些迷思或流傳 有很多 比如說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有人會不會來問你說 有沒有什麼包生男 或是包生女的這種食譜 是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欸如果有的話可以給我嗎 應該是說我們都會在醫學上面 臨床上面都會知道說 生男生女是決定於 XY的染色體 對沒錯 所以我們基因其實是固定會配好的 所以我們並不會強調說 你這個食譜拿去好不好 包生男 沒有沒有 沒有 有一個叫做生酮飲食 這非常熱門 對 那你自己其實推薦 這樣子的飲食方式嗎 其實生酮飲食它本來是用於在治療 那種很難控制的癲癇兒童 那它的副作用其實就是會燃燒脂肪 然後讓你變瘦 可是它的飲食需要透過非常嚴格的控管 你不能吃很多的澱粉 你反而要吃很多的油脂跟肉類 那其實在攝取的過程中 有些人可能會一些 通常中毒 甚至一些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不知道 可能會有心肌梗塞的風險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飲食沒有不好 而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然後再去協商出一個適合你的方式 男生他們會想要照顧自己的身材嗎 那男生可能譬如說他們就會有需要 譬如說壯陽濕度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吃什麼 可以對於男性的這種更有幫助 這種東西也是真的有效嗎 我沒有想要知道 我只是替觀眾朋友問 其實呢我老公 不是不是患者 患者患者 沒有啦就是其實 確實門診上面有些男性患者 會問這方面的問 我們會發現說男性功能有一些問題的話 比方說缺乏礦物質心 可能會造成一些男性荷爾蒙 甚至一些 對甚至一些精子活性跟質量的下降 所以很多人才會說 你可以多吃牡蠣 生蠔 海鮮 這些含有新的東西 所以這是確實 是可以幫助身體變得更好的 可是我每天吃完都落塞 那你吃得沒有很新鮮喔 所以要注意新鮮很重要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食譜 或是飲食的東西 或是你覺得在家大家可以增加自己抵抗力的 我覺得一般大家在炒菜的時候 不是都會加大蒜嗎 對 我建議大蒜可以加多一點 因為裡面的蒜素 跟一些特殊的質化素啊 或者是那些含有有機物 像是洋蔥裡面也蠻豐富的 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整體的免疫力跟防疫力 那你自己最不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有的食物 我吃的時候就想吐 而且一邊吃就這樣 我想吃脂肪 講什麼話會惹怒營養師 喔 這看起來不見像是營養不濕齁 然後就不想跟我交朋友 就飄走了 然後就不想跟我交朋友 就之前如果比如說去KTV唱歌的話 那什麼歌是你一定會唱的 唱歌喔 我不去KTV欸 為什麼 但我超愛一首歌 什麼歌 紅豆 大紅豆 炒炒炒 炒炒炒 營養師常常都叫大家吃得很健康 可是你自己會不會也有放縱的時刻 比如說吃宵夜啊這些 當然啊 也會有 當然啊 我之前曾經去那個就是炸雞店 然後點炸物的時候 然後抬頭看到那個電視在播 然後剛好是我上健康節目 在講飲食要吃很健康 然後我就 老闆拿一份選豬雞 謝謝 新名氣和是這台機器的關鍵 很厲害 我想要跟大家說就是 每個人如果都想要健康的話 真的就要從自己根本的生活跟飲食做起 那如果想要關注更多我的訊息的話 可以像高明明一樣是粉絲團 感謝 那記得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也要到我們泰報的粉絲站按讚留言分享 那我們這次的節目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HHH